我们来说说这十条求职的技巧吧 第二条 认真思考过后展开备战工作 尽量多地观看此期节目 建议两百期以上的月片量 如果时间仓促快速查看 观看选手自我介绍背景 以及最后求职成功与否 选择哪个企业 薪资待遇是什么 我觉得这里问题很大 比如说你第二条 就说如果时间仓促的话 就看选手的自我介绍 和最后的求职结果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 整个面试的过程 这个沟通过程很重要 你没写对吧 然后还写这个节目 招聘单位经常更新 所以要观察最近的这个企业单位 结果你写的那个 意向企业是通灵珠宝 通灵珠宝有多少年没来过了 我觉得这十条都没错 但是你是要传达价值给别人的 你的受众是谁 就是在写东西的时候 要有一个受众感 要给别人增加价值 所以这么说来 你和沐妍两个人都会认为 这个三十五岁的中年人 是一个不太招编辑的人 不招重点 刚才涉及那个智升和这十条 都没说在点子上 他以为很优秀 别人需要 你有没有根据这十点 你自己准备过 我是觉得看到你这十条 更多的可能是些小聪明 但是你根本地提醒 一些电视界的广大观众 注意的点你没有提醒出来 比如说你要把简历写好 对吧 你要实实在在地研究 我们厂上的某一位企业 或者你要真实地表现自己 这个才是你要表现的 也许这就是他这些年来 经历当中的一些问题 你作为三十五岁 你有存款吗 现在存款 对 现在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存款 对 所以说你三十五岁的男人 在事业上 在存款上 在学习上 好像都没有真正落下点什么 就我们始终你站上了以后 我们一个状态就是 他比较慵懒 说话是如此 对 表达是如此 然后站在这姿势 也是摇来摇去的 就是你一直以来 就是这样一种懒洋洋的状态 好像挺满不在乎的 感觉你不认真 是 你觉得你是个认真的人吗 或者说你在这三十五年的 岁月当中 你很认真地做过一件事情 并且得到了收获吗 感觉上没有完全投入 但其实还 你看你 你谈了五六次恋爱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 身边有一个真爱你的人 当然 有 这个事情也说不太清楚 然后事业呢 你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什么小有成就 或者说有一个 比较稳定的工作 和稳定的事业 学习下来之后 也没有什么得意的作品 你到底对将来 是怎么规划的 你怎么打算 你都三十五了 就是工作呀 工作 怎么工作 要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给自己的要求和目标 定的是什么 进企业工作 做一个我能 结合我的经历 找一个我能做得来的 一个职业 就快速地切进去 他那个懒洋洋的劲 我就受不了了 因为 你说说就是 出来找工作嘛 然后跟人家说话 就像盘着串一样 你觉得你对自己 有规划吗 也有规划 我们就感觉 你一直在这条路上 摇摇摆摆 晃晃荡荡地走 那么今天可能是 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我们却没有感觉到 你准备好的状态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 销售对吗 你想在哪个行业 因为结合我的经历 可能做实业的企业单位 会好一点 这里有哪家 你认为比较适合你 为什么 这个张启明BOSS 他们单位 张启明是干什么的 你告诉我 别说话 张启明是干什么的 农业养殖业 张启明是农业养殖业什么的 也有那个孵化器 他没有实业 有 她说她投资的有实业 有实业 她自己不是 她是做中小企业的 孵化创新的 她投资的企业是有实业 反正我在网上 你去干什么呢 去做销售 卖什么 你知道吗 哥们 别浑浑顿顿的了 你了解吗 人生漫漫长路 如果你掉队掉得太多了 你要以多快的速度 还能够追上 已经在你多少步之前 领先的这些竞争对手呢 所以真的 努力要趁早 你是家境特别好吗 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一点都不了解 你36岁了 一点压力都没有吗 其实我觉得 台下这些小孩们 20岁左右 他们会看15年以后的 他们会成为你这样吗 就是你一点压力没有吗 我就感觉你是那种 把酒问听天的那种人 我觉得王磊的背后 是代表一种人 就是做一件事情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有个深度的思考 他基本上不太看到 他有个深度思考的过程 我经历了 我看了 我走了 然后说这个过程 是什么结果 过眼云烟 就是过眼云烟的部分 比如说如果今天 我特别想问你 如果回到这个职场的舞台上 你为今天的面试 你做了什么准备 你能说两点就好 他准备了十条 但是一条也没准备 刚好两点 其实那个 陀老师我想说一句 其实我想说的是 那个既然能来到这儿 找工作求职 其实已经是那个 已经是 很认真了 对 很认真 已经是接地气了 但是我们普遍地认为 你还不够认真 明白明白 明白 好不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 做销售 做销售 综合收入 底薪 4000吧 4000 来 第一轮选 续货率 还有五盏灯